哈喽大家好 我是魏魏先生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想要拥有一套自己的家庭剧院吧 如果在家里面买一台投影机 然后买一组环绕音响回来 确实是可以达成这个梦想 但是要有一个适合的空间 跟特别准备一个位置来安装这些东西 其实也不是那么方便就能完成的 但是呢 今天我有一个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轻松快速 就能够让你达成私人剧院的方法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副 AR 眼镜 实际使用过它之后 我觉得它是一台超沉浸式的个人剧院 它的名字就叫做Rocket Max AR 眼镜 这台Rocket Max AR 眼镜 它的外观其实看起来就像一副墨镜 但是呢 从内部看进去 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简单来说 这副眼镜 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个215寸的大萤幕观看体验 这个萤幕它拥有100Hz的更新率 跟Full HD 1080p的画质 这一点我必须说一下 因为我把这台Rocket Max AR 眼镜 直接连接到我的iPhone 15 Pro 在眼镜里面所看起来的画质 真的非常非常高清 甚至我觉得比看手机本人还要更清楚 因为它的高画质 还有它最高有600尼特的萤幕亮度 所以我们在眼镜内看到的画面 不管是清晰度还有亮度 我个人觉得都超过了1080p的画质 那这副眼镜啊 在一般的使用模式底下 就是在我们眼镜现在看出去的这个实体空间内 投射了一个215寸的超大萤幕 我们也要可以透过AR眼镜看到现场的环境 但你今天要若你在使用上或是在看影片的时候 不想要被这些环境所干扰 这片遮光罩啊 就能够直接的被安装在墨镜上面 那这样子我们看到的画面啊 就会类似在电影院里面看到 全部都是黑的 但是有一个大萤幕在你的眼前 就更不会被环境去打扰到你的观影感受 这样听完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 它很像一个我们最近还蛮红的东西 Apple Vision Pro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个简变型的Apple Vision Pro 不过它没有复杂的APP功能 所以戴上去啊 你也不会看到一直在对着空气点来点去 或者是滑来滑去的动作 那它投射出来的画面啊 没有办法像Vision Pro这样固定在某一个位置 但是呢 它投射出来的感受 确实是会有类似扩增实镜的观看体验 那这副眼镜啊 它连双眼3D的影片片源都能够支援 如果我们今天投射出来的影片啊 是类似这一种类型 我们只需要在右侧长按亮度调整钮2秒 眼镜呢 就能够切换显示的方式 直接呢 让影片提升为3D立体的扩增实镜感 而且画质表现一样优异 这个啊 我真的体验过 因为我把它拿来看一个类似做云霄飞车的3D立体影片 那看上去的感觉呢 其实就只差在你没有真的跟它上下 可以去体验到坐在云霄飞车上的感觉 画面清晰啊 我觉得声音也必须要跟上 这副Rocket Max在它的眼镜竞价的两侧 都内建了专业级的音响 那听起来的感受啊 跟我平常在使用的AirPods Pro比起来 它虽然不像是入耳式的那么声音的直接感 但是当我拿来听音乐 或者是看音乐剧的时候 它的音效啊 是完全能够帮我们带入那个沉浸感内 因为有一次啊 我只是把它带起来听几首歌 结果就被为它叫了好几次 都没有听到 那它的扬声器位置呢 就设计在我们的耳朵旁边 所以听到的声音呢 会非常的清晰跟清楚 但如果你是喜欢重低音Bass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他没有办法提供你一个 就是连同身体都在震动的那种Bass音效 但你要想一下啊 当我们今天戴上它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沉浸在一个215寸的大萤幕中 同时搭配它音乐的这个感受啊 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了 但有朋友问我说 这副AR眼镜 它适不适合眼镜组来使用 答案是可以的 只要你是0到600度的近视度数使用者 都能够用眼镜上方的这个旋钮去做对焦调整 那如果你是超过600度的人啊 没关系 也可以使用专用的眼镜架 自行去眼镜行配上你的度数之后 就可以来体验咯 这个部分我确定是可以的 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啊 我姐姐回台湾 它的度数我就差不多在550度 那当它戴上这副眼镜的时候啊 确实是有调到清楚的焦段 我个人觉得 Rocket Max这副AR眼镜啊 总的来说呢 它就像是一个随身攜带型的大萤幕 除了单独拿来看影片之外 也能够像这样子以开放穿透式的形式来做呈现 那我最常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直接连接我的iPhone 15 Pro 线一接上去之后啊 我就可以直接现在在眼镜上看到我的手机画面 那它投射出来的这个手机画面啊 你可以是直的也可以是很像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YouTube影片啊 甚至在打手游玩游戏的时候 都非常方便 不管你是要坐在沙发上 甚至是躺在床上使用这副眼镜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因为这副眼镜啊 它本身是没有内建电池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投影的时候 它使用的电力都是以你衔接的载具来供应电源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也准备了一条 包含行动电源以及传输线的一个转接线 它就能够透过这条转接线 接上讯号源以及搭上我们的手机 这个时候啊 它就可以完成边充电边投影的功能 那除了用手机之外啊 这副眼镜其实我有把它拿来连接我的PS5 因为有时候你想要打PS5 但是你又不想要占用电视 占用投影机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适合戴上这副眼镜 然后来一场NBA或者是赛车 完全可以让你沉浸在游戏世界里面 不被外界所干扰 如果你想要有一副轻巧好携带的大萤幕AR眼镜 我会把它的折折目之连结啊 还有它的相关资讯都放在资讯栏里面 有戏值的朋友就赶快去预购起来吧 OK 那以上就是这副Rocket Max的AR眼镜 开箱新的分享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想要独享个人的大萤幕 千万不要错过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